在淡水区甘臻市民活动中心 里长在这里固定每个星期与马街医院合作 都会到各大楼社区当中设立健康小站 来帮助居民随时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 有专业医师可以用云端资料追踪 不用再跑医院诊所相当方便 在淡水区甘臻市民活动中心 里长在这里固定每个星期都会有志工举办健康小站 里长说不只是活动中心 在里内的志工帮助之下 与马街医院合作 都会有人到甘臻里的各大楼社区当中 设立健康小站 来帮助居民随时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 这个健康小站 我们延续已经三年多了 这是比较晚的一个站 这个站是云端的 我们把测量的结果就马上就传回马街医院 然后其他 那譬如说我们在荣兴 在里办公处 麦迪奇社区 西安拉社区 上海社区 等等等都有类似这样的健康小站 里长说这些健康小站内容有帮助居民量测血压 并且会提供健康咨询 过去举办三年多的时间获得许多长者的好评 更有长者特别来到活动中心就需要来测量血压以及血糖 都什么都通知我们了 他们来到这边非常客气 所以你刚才也是趁这个时候来测血压 我们两个都检查 都检查什么项目呢 就是检查血糖 我从来没检查过 所以马街医院也有医护人员来帮大家测试血糖 让大家每个月都能够知道自己的血糖的状况 对自己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里长说不只是健康小站会固定时间在里活动中心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都还会有马街医院的团队来到这边来帮助大家量测血糖 有专业医师可以用云端资料追踪长者的健康状况 不用再跑医院诊所相当方便 记者许多安一的学生房报道